对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赵立坚指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主权 和安全利益 中方采取坚决不gi的 中方采取坚决不安